欢迎来到88娱乐亚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诚意赵路斯身前剧本全网热议高能不断 独家剧情等你来体验 亲爱的网民们 最近娱乐圈频频传来新消息 一部备受瞩目的剧集 在网友关注的列表中逐渐浮出水面 根据大家所关心的信息 接下来给您带来最新动态 据西匠门读后这部引人注目的剧集 终于有了新的进展 主演阵容中诚意和赵路斯的名字 格外引人注意 对于粉丝而言 这两位主角的选定无疑是娱乐界的一大亮点 在众多小声中 诚意凭借其独特的演技与颜值脱颖而出 被认为是古装偶像剧中的佼佼者 而赵路斯作为新生代演员也是非常优秀 他凭借卓越表演和迷人的外貌 在多部电视剧中都表现不俗 这次合作出演《将门读后》 势必会为观众带来更多惊喜 二、网友对《选角》的热烈讨论 关于这部剧的男主角谢景行的选拔 引发了不少讨论 有网友认为 尽管诚意与谢景行在形象上存在一定差异 但粉丝们依然对他的表演充满期待 而另一些网友则表示 诚意无论是演技还是外貌都很出色 相信他能为这部剧增添更多亮点 至于女主角沈娇娇的选角 网友们持有不同意见 有些人戏谑地提到 赵露丝在《珠莲玉目》中的表现和容貌 似乎更适合扮演丫鬟 而不亦代入富加千金这一角色 然而 这也从侧面显示出赵露丝的实力 同样令人期待 三、粉丝的意见受到剧组的重视 在《将门读后》官方宣布主演之前 粉丝的意见已经成为剧组的重要参考 许多粉丝表示 希望剧组能更加重视他们的声音 多倾听他们的看法 毕竟 这部剧是备受期待 若《悬角》能够获得大家的一致认可 相信这部作品定会大获成功 四、悬疑剧情激发讨论 《将门读后》不仅在竹岩旋角上引人注目 更展现了悬疑剧情的独特魅力 众多网友表达了对这部剧精彩情节的期待 悬疑元素通常能有效吸引观众 激发热烈讨论与关心 相信这部作品一定会获得观众的认可和喜爱 五、幽默素材令人期待 此外 有关网友们还分享了一些幽默的段子 一位网友调侃道 如果诚意引男主的话 可能与白月光泄景行有些不太搭边 这样的幽默评论 让人更加期待这部剧的上线 《将门读后》作为一部备受瞩目的剧集 无论在悬角还是剧情方面都引起了广泛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